多少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五节 短期债务管理 我们在这一节呢有三个考点 那么我们实际上 这一节从考试来看啊 应该说主要也是客观题的考核 但是有个别年度呢会在 短期借款筹资这一块 考我们借款的实际率计算 是可以从主观题考核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考点啊 短期债务筹资的特点 对于短期债务筹资 实际上就是相比较我们前面 谈的长期负债来说 它的筹资速度快容易获得 对吧就像银行借你 五年款和银行借我们半年的款项 它借的时间长它可能考到 风险比较大它可能各种审批啊 什么就会比较严格对吧 而我们短期借款呢相对来说 它就可能手续就简便一些 所以它的筹资速度快容易获得 第二个筹资富有弹性 我们一般说弹性就可协商可变更 对吧就是对于短期负债筹 相比较长期债务来说 它的这个可协商可变更性会好一点 第三个就是筹资成本 一般来说比较低对吧 因为你就以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为例是吧 别人借你五年款 借你半年期的款 哪一个利息率通常会高呢 期限越长不确定因素多 所以成本高 而期限短的成本就会低一点 但是呢短期负债筹的筹资分显大 是吧 因为你短期内就要还钱 那么还本的压力大 这是短期债务筹资的特点 这个其实我们在以前已经多次谈到过 就是和长期负债对比的特点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短期负债筹资最常见的两个模式 一个是商业信用 一个是短期借款 我们先来看商业信用 这个商业信用啊 我们指的是商品交易中 由于延期付款或者是预收获款 所形成的企业间的借贷关系 怎么来说呢 其实就是我们占用其他企业资金 比如说我们拿别人的东西 但是没有给人的钱 这是占用人的资金 对不对或者我预收 我拿了别人的钱不给人的东西 这都是占用其他企业资金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把这种的称为是商业信用筹资 那么商业信用筹资 可能我们在如果从报表上来看 我们最常见的形式 比如有应付账款 还有应付票据 这都是属于我们拿了别人的东西 还没有给人的钱的 另外还有什么呢 预收账款 这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具体的形式 那么这些形式里面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付账款 因为其实应付票据它也是应付账款 所以最其实我们就把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合在一起来说 预收账款呢 一般来说因为我们现在商业竞争呢 比较激烈 是吧 可能最常用的商业信用形式 可能是这个应付款 是吧 预收款说可能相对来说会少用一些 是不是 所以我们教材在介绍商业信用筹制的时候 主要是以应付账款为例 来介绍我们的商业信用决策 那么对于应付账款的商业信用决策呢 我们教材呢 它谈的有三种类型的这个信用 就是 我们这个免费的信用 有代价信用 还有攒期信用 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例子 大家看这样一道例题 就是这个企业要奢购商品 这商品价值100万 但是卖方给我们提的付款条件呢 是十分之二 三十分之N 那就说 这个十是折扣期对不对 就是折扣期是十 在十天之内付款 它可以给我2%的折扣 这是我们的折扣率 就是2% 然后这个三十呢 是我们的信用期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对于这样一个付款条件呢 我们有三种付款方式 一种呢 就是折扣期内付款 比如说 我这要求 就是第十天付款 对吧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享受折扣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选择 第十天付 那其实你需要付的钱 只需要付多少呢 因为总价是100 有2%折扣 那我只需要付98万 所以我可以享受折扣 我可以少付2万 所以它的优点就是 享受折扣 但是呢 人家本来给我提供一个 最长的付款 七十多号时间呢 是三十天 我只要在三十天之内付款 我是可以享受 这个信用 对不对 就是我就是 是有信用的 但是我为了要折扣 我提前到第十天付款了 所以相比较 第三十天付款来说呢 它有缺点 就是少占用对方 二十天资金 那我们再来看方案二 方案二呢 就是说 我们超过折扣期 但是不超过信用期 一般来说啊 我们对于聪明的财务人员 他一定是选择那个 就是 信用期的那个 最后一天 对吧 因为我们是尽可能的嘛 多赞用对方资金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就选择第三十天付款 我们把这种呢 也称为是有代价信用 是吧 折扣期付款 我们书上给它起 叫免费的信用 而在信用期 就叫称为有代价信用 那么这种付款方式的 优点是什么呢 相比较方案一来说 我可以多赞用对方 二十天的资金 而且我还是有信用的 对不对 但是缺点当然就是 上市的折扣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我选择的是 第三十天付款 那我就没有折扣了 我要付多少钱呢 我要付一百万 这两万就是你上市的折扣 对吧 当然我们还有什么呢 就是也可以采取这种 所谓展期信用 就是超过信用期 我们再付钱 实在 就是我就拖背 拖不下去我再付 是吧 就这样 那么这个好处 比如说拖到第五十天 我才付 我可以较长时间的 占用对方资金 但缺点就是上市的信用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 我们三个方案 应该说 各有优缺点 如果说 某一个方案 只有优点 没有缺点 当然我就选择这个方案 但现在各有优缺点 我们就要决策 到底哪个方案更好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 你看我们第十天付款 是-98万 第三十天付款 我多付了2万 那这个2万 其实就是我们 放弃的折扣 对不对 就是我放弃的 这个折扣 但这个放弃的折扣 它是一个绝对数指标 绝对数指标 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不便于 不同规模的 我们比如说 我要购买商品 我是购买了500万的商品 对吧 那我这个成本是多少呢 就不太便于比较 采购规模不同的 这种付款方案的成本 所以为了要便于比较的 我们就想算一下 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那这个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怎么算呢 因为利息率 我们都好理解 利息率是利息除以本金 对吧 那这个是好 我们知道怎么算 但是这个放弃折扣 成本率的计算 我们给它想利用 利息的方式 就想算利息率 那这个呢 大家看这个两 这个两万呢 你看我这样解释 是可不可以 我把它解释为 多占用 二十天 资金的应急利息 那你想 既然这个两万 是一个多占用 二十天资金的应急利息 我想算一下利息率 利息率是什么 就是我们本来 第十天付 付九十八就可以了 你偏要拖到第三十天付 所以多付了两万 是利息 本金是多少呢 本金是九十八呀 对吧 我们本来付九十八就够了 但是我多再用二十天 利息两万 我付的本利盒 是一百 是吧 这一百里面 包括本金九十八 包括利息两万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这个 我们多占用二十天资金的 这个利息率 是吧 或者我们把它称为是 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我想用相对数的指标 对吧 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多占用 二十天资金的那个利息率 利息率是用利息 除以本金 利息二 除以本金 九十八 这就是我的利息率 但你注意 这个利息率啊 是一个 二十天的利息率 我们财务管理呢 一般来说都想要你 要把这个要年化 是吧 要把这个 有关利息率要年化 我想算年的成本率 那这个二除以九十八 它相当于是 二十天的这个利息率 可以说七利率 就是二十天 这个七的利率 那既然这个是七利率 我们想求年利率 怎么算呢 我就看一年有多少个 二十天呗 是吧 乘上一年的这个 相当于我们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比如说我的七利率是 二除以九十八 那我的报价的年利率呢 就乘上一年的这些次数嘛 我们一年多少个二十天啊 一年三百六十天 除以二十 这个就是我一年的 这个有多少个二十天了 那我们一年有十八个二十天 所以把这个七利率 乘以十八 就得到你的年利率 对吧 或者是说呢 你把这个二除以二十 这二十天嘛 就变成天 就算天利率 乘以三百六十 就是年利率 一个道理 对吧 所以实际上这个 二除以九十八 就是二十天的七利率 三百六十除以二十 就是我们的一年 有多少个二十天 所以一乘 就是我的年利率 也就是放弃折扣成本率 或者占用资金的 年换那个利息率 是吧 你要多付的那个利息率 这就是放弃折扣成本率的公式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 这个二 这个九十八 我们是用 这个比如说分子的 这个二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是拿 一百 乘以百分之二来的 对吧 我分母这九十八 怎么来的呢 是用一百 乘上 一减百分之二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一百 可以约掉 所以就是折扣率 除以一减折扣率 然后这个三十是什么呢 就这个二十啊 分母二十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是选的 第三十天付款 所以是三十减去十 就是第三十天付款 比第十天付款 我多占用二十天资金 所以这样一来 实际上我们这个 放弃折扣成本啊 就是用折扣率 除上一减折扣率 也就是我这二除九十八 这个还是属于你的什么呀 还是属于我们的 就是说 这二十天的七厘率 对不对 然后再乘上一个呢 三百六十 比上三十减十 这还是我们一年 有多少个二十天 就是一年的 计息次数 是吧 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 可以说求的是一个 报价利率吧 有了七厘率 然后再乘上一个 一年有多少个二十天 这样可以得到 放弃折扣成本率 那我们再接着看啊 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有可能长期拖欠 对吧 就比如说 如果要是考试要告 你说啊 还是我们这要提 我是拖到第五十天 才付款 那现在大家可以想 如果你要是拖到 第五十天付款 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啊 你看我第十天 我是付多少 付九十八万 那第五十天呢 我就没有折扣了吧 得付多少 付一百 对吧 有朋友说 哎老师 他拖欠了 应该罚他 你要想一下 我们这个 他能付我钱就不错了 你还罚人干嘛 对吧 他想赖账的 他能给我 我就很高兴了 是吧 所以那这样的话 付的话 我付的还是多少 九十八加两万 但你看 这个两万 是一个多占用多少天资金的应激利息了 那就不是多占用 二十天的能力 是多占用四十天了 对吧 所以这两万呢 对于相比较 我们第五十天付款 相比较第十天付款来说 多付的两万 这是一个多占用 四十天资金的应激利息 对吧 所以如果你想让我来计算 我们第五十天付款 放弃折扣成本率 怎么算呢 还是那句话 就是两万是我的利息 本金是九十八 但这个是多少天的利息率啊 就是四十天的利息率 对吧 它不是年利率 这只是四十天的利息率 所以你要乘上一个 一年有多少个四十天呢 三百六十除以四十 就是有九个 是吧 一年有这个九个 这个四十天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 放弃折扣的年成本率得到 那这样一来 我的公式这个四十啊 就不是信用期减去折扣期了 因为它拖到第五天 是五十减十 是吧 这块呢 还是你可以把它写成 百分之二除一减百分之二 这个没问题的 对吧 你就按照这个 一块钱那个来考虑 来算它 这个没问题啊 就是 还是我们就是 就是七利率嘛 还是七利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会儿给大家一个公式 其实它是推出来的 对吧 放弃折扣成本率呢 折扣率除一减折扣率 刚才我给大家强调 其实这个就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你选择了 比如信用期付款或者付 就是你拖延付款的那个天 超过折扣后期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的七利率 对吧 这是七利率 而三百六十除以付款期 减去信用期 这就是一年的 这个 集息次数吧 你可以这样 对吧 一年有多少个 这个二十天 或多少个四十天 那我们一般来说 考试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这个简化的 就是可以说 所谓的报价利率 就是七利率乘上 一年集息次数 对吧 来求它的这个 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但如果呢 考试的时候 它要求你就说 考虑我这个利息 也会生息嘛 就是考虑这个 所谓的 按照复利来算 这复利算的话 我们突然给了一个公式 说它这个放弃折扣后成本率 是一加上这个折扣率 从一减折扣率乘上 三百六十比信用期 减折扣期 然后再减一 大家可以看 那公式很麻烦 对吧 这个呢 我觉得考的可能性很小 但如果考你啊 你怎么来记它 就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个折扣率 比上一减折扣率 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我的七利率嘛 对吧 我可以用代码 比如说这是我的 所谓七利率 我用R7表示 而这三百六十 比上付款期减信用期 就是一年有多少个二十天啊 一年有多少个四十天啊 就类似我们概念 就是一年的计息次数嘛 那么一年计息次数 我们在前面 以前学过的代码是M 那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那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强调过 年有效利率 I应该等于什么 应该等于 一加上每期利率 M分之R不就是每期利率吗 一加上每期利率的 M次方 减一 对吧 所以你看 R7不就是折扣率 除以E减折扣率吗 M不就是三百六十 除以这个所谓 信用期减通或是付款期减通 然后再减一 我们一般考试啊 我们通常 它就是让你比较 信用期付款好 还是折扣期付款好 除非它特质 它是展延付款了 你才考虑 一般就是信用期和折扣期对比 因为展延付款 会使企业上市信用 是吧 就首先这个公式啊 特质我们才按照复利来考虑 就是考虑它 实际上就是 准备我们的这个 年有效利率 可以这么来说 就考虑每期利率 它还会再升息嘛 对吧 这是谈的有关这个公式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公式 也可以看到 我们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它会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呢 会受折扣率的影响 而且呢 它会受到我们的这个信用期 还有折扣期的影响 折扣率和折扣期 它和放弃之后 是同方向变动 但信用期在分股上是 信用期减折扣期 对不对 所以信用期呢 是和我的放弃折扣期 放弃之后的反向变动 对吧 所以它的影响因素 就通过公式就可以看出来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计算出来 这个放弃折扣成本率的目的 是为了决策的 这个放弃折扣成本率 我们刚才给大家理解 就是我们 没有选择折扣期付款 我故意拖到信用期付款 那我是 等于说我多付的那个 钱的那个相当于是我的利息嘛 那就相当于我的那个 利息率 相当于你这个 支付这个货款 你展延付款 你多付了利息了 你多付利息的话 你的成本 就是我的这个放弃之后成本率 那如果我们延期付款 延到信用期付款的 这个利息率特别高 比像银行去借款 那个贷款利率还高 或者他有时候给个 短期投资收益率 一般是给短期借款利率 就跟那个对应的利率去比 比他那个还大 那就说明你这个 展延付款很不合算的 对吧 就展延付款 你付的那个 债务资金利息太高了 所以怎么办呢 就别展延了 你就在折扣期内付款 是不是 那我们怎么去记它呢 你就这么来记 如果放弃折扣的成本率很大 说明别放弃 因为你放弃了以后 你的成本很大 放弃以后 你要付的利息很大 是不是 就放弃的成本率太大了 就别放弃 那既然不放弃折扣 不就是折扣期付款吗 但是反过来 如果我们算出来 那个放弃折扣的成本率很小 而呢 我们比如说去 把这个钱啊 我们去做 短期投资去 是吧 投资收益率很高 或者说那短期借款利率 是比较高的 既然放弃折扣成本很低 那我们就放弃它 追求更高的收益去 对吧 你这个放弃折扣所要付的那个利息 相比较银行贷款的利息低嘛 那就说明这个 利用的资金是合算的 是不是 所以放弃折扣成本率太大了 别放弃 放弃折扣的成本率很小 那就放弃 是吧 就是这样 放弃就是信用期付款 对不对 另外它如果考试特指 它说我们展延付款 就超过信用期付款 大家看展延付款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强调了 它这个放弃折扣成本的影响因素 就信用期啊或者付款期 是和放弃折扣成本是反向变动的 就你越推延付款 那我们就这个 占用资金的一个利息就会少 对吧 就或者说我们可以降低 这个放弃折扣的成本 但是展延付款会有信用损失啊 那你就要看一下 它到底是展延还是别 别展延哈 就是关键是看哪一个代价太高 我们就别选那个方案 就是如果展延付款 是吧 它带来的这个信用损失 很小 对吧 但是它能够很大的降低 我们的这个放弃折扣的成本 那就说我们展延付款的优势显现了 那就说应该展延 但反过来 如果你展延付款的信用损失很大 那就别展延了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客观体理解一下就行了 有的时候 它可能会让你去做多个供应商的选择 如果多个供应商 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信用条件 那让我们去选择的话呢 我们就要去衡量这个放弃折扣的成本 我们应该选择呢 信用成本最小 或者是所获利益最大的 这是我们书上给的原则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 我们结合例子来看 首先我们先看我们去年这个单选题 这个比较简单 它就让我们算放弃折扣的成本 而且告你不考虑付利 是吧 那其实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公式折扣率 2%除以1减去折扣率 乘上一个360比上信用期减去 折扣期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放弃折扣成本率 是吧 而且你要理解 这就是我的期利率 这是一年的机器次数 所以我们 这个比如说我们谈到报价利率 它就是等于 这个期利率乘以年内机器次数 或者说期利率是用报价利率 除以年内机器次数 其实我们严谨点讲 这个放弃折扣成本 它就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所谓报价利率 但它如果考试说 它说考虑付利呢 你就按照我们那个公式 求年有效利率 怎么求啊 1加上期利率的m次方减1 是不是 不过我们一般来后考试它通常 现在是降低难度嘛 所以它是用这个 不考虑付利这种方式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道例子 它告诉我说 公司要采购一批零件 供应商规定的付款条件 是10天之内付款付98 2天之内付99 3天之内付100万 像这种提议看就是越早付款越优惠 所以你首先要按照会计的方法 把这个不同付款时点的折扣率 给我算的 就算出来 折扣率都指的是这个折扣额和总价去比 是不是 你看我们这个付款全额 这总价100 那10天之内付98 那我折扣额是不是2万呢 那折扣率多少呀 又2万除以我的这个付款总额100 2% 所以这个很显然呢 我就是10分之2 对吧 20天之内付99 那这99和总价比是1万的折扣 它占总价比是1% 是吧 10分之2 我们这个是 20分之1 对吧 20分之1 然后第30天付全额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付款条件 就写出来了 然后他告诉我 假设啊 银行的短期贷款利息率是15% 让你算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而且选择对该公司最有利的付款日期和价格 那么放弃折扣成本率 大家考试的时候 如果遇到多重折扣 那你就记住啊 我们要分别去确定 那么在确定这个放弃折扣成本率的时候啊 我们有一个原则 就是都是和那个信用期去对比 就把这个折扣期 那个付款的那个时点 去和信用期去对比 是吧 其实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看 有东西可能会经常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 我用第二天和第十天比 然后第三天和第二天比 所以这样去对比 看哪一个时点付款正好 这个呢 我们看 如果是用二天和十天去比 然后你说我想利用那个折扣率 比上一减折扣率 乘上360 比上所谓的这个付款期减折扣期 但那个折扣率是多少呢 就比如说你 第十天和第二天相比的折扣率呢 还能是2%吗 不是吧 我们这块给的折扣率 它都指的是相对于总价来的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在计算 放弃折扣成本率的时候 因为它给的那个折扣率 是跟总价对比的 所以我们就都是把这个折扣期 和你的信用期去对比 那成本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 我们比如说 想算一下 放弃 第十天付款的那个 我放弃第十天付款 这个折扣的成本 是吧 那么怎么办呢 第十天付款的这个折扣 就是2%啊 所以折扣率除以1减2% 是吧 然后 这个呢 实际上是指的是 第十天相比 都是和信用期比 相比到第30天 才会有2%折扣 所以乘上一个什么呢 360比上信用期 30减去折扣去10 那同理呢 我放弃第20天呢 付款的这个折扣成本率呢 第二天的那个折扣率是1% 除以1减1% 这是我的期利率 对吧 乘上一个呢 360比上信用期 减去折扣期20 因为是第二天和30天 比是放弃的是1%的折扣 所以这样来算 我们的放弃折扣成本率 那你看我们通过计算呢 算回来这个结果啊 36.73和36.36 对吧 这是36.73 这是36.36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们怎么来决策 首先你注意 我们的放弃折扣成本 都比15%大 对不对 我刚才讲了 放弃折扣的成本太大了 就别放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放弃折扣的成本 我们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你呢 拖到这个信用期付款了 你付的利息 是吧 付的利息太大了 比像银行贷款的利率大 是不是 所以要这样一来的话 那你还不如就 哪怕是借款 我在折扣期付了 你付的利息 要比他这个要小吗 那你比借款利率刚15% 你这个利息率36.73 所以就是放弃折扣的成本率太大 别放弃 我们一看两个都大 都大15% 所以不能放弃 但是我只能选一个特定日期啊 那这两个我选什么呢 大家看啊 我们刚才这个算的是放弃 第十天付款折扣成本率是36.73 现在我选择 我要享受折扣了 我现在反过来问你啊 我想问你 我第十天付款 相比较第三十天付款来说 我享受的折扣收益率是多少 因为你放弃它就是成本 那现在我说我不放弃啊 我就要选第十天付款 那你第十天付款 相比较第三十天付款 享受折扣的收益 就是36.73啊 对吧 那你第二天付款 相比较第三十天付款 享受折扣的收益多少 36.36 当然我要选择 享受折扣收益大的呀 对吧 因为你已经决定了 我要选择享受折扣 所以就要去 那就是 把那个放弃的成本给它转换成 我要享受这个折扣的收益多少 所以选择享受折扣收益大的 所以我们应该选第十天付款 对吧 或者你可以给它立委 就是因为放弃第十天付款 成本太大了 别放弃它 所以就选择第十天付款 就享受这个收益 是不是 好 这是第一位 我们说应该选第十天 因为第十天的享受折扣收益率大 然后我们看第二位 我们说假设这两个互不相干 这两个互不相干 假设目前有一个短期投资 收益率是40% 问你对公司最有利的 付款日期和价格 也就是说我们算出来的 放弃折扣成本率 要比短期投资收益率小 既然放弃折扣成本小 那我就放弃它 追求更高的收益去 对吧 那我们就没必要找到积极的提前付款 咱们就先去做那个短期投资 赚取更高的收益 所以其实应该应该好记的 就是说如果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大于短期借款的利益 我们说别放弃 对吧 因为你放弃的成本太大了 所以我就选择不放弃 对吧 别放弃 那不放弃的话 那我们就是选择折扣期付款 但是如果他要给我给了多重折扣 那么多折扣 到底第十天的折扣好 还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等等 他给多重折扣 那你就看一下 因为我们放弃它是成本 现在我就选择要享受了 我就是要折扣期付款嘛 那我怎么办呢 选择享受折扣收益最大的方案 是吧 或者说你算的是放弃折扣 就是放弃最大那个别放弃 那就是选择享受它 是吧 反过来 如果你算出来的放弃折扣成本率很小 比像银行借款利率小 是吧 或者小于他给的一个什么 短期投资收益率 那我们就放弃它 对吧 你这个 反正是这个 所付的利息很低嘛 是不是 比像银行借款利息还低 那我们就展颜嘛 展颜就是放弃折扣嘛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谈的商业信用局的原则 那我们再来看 有的时候它可能让你做供应商的选择 我们书上也强调了 对于多个供应商选择 我们要选择 就是这个 信用成本最小 或者是 我们的这个 享受收益最大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题啊 他告诉我说公司要采购一批零件 有甲乙两家供应商 甲供应商规定的付款条件 10天之内付98 30天付全额 所以这个甲供应商的付款条件 我得给它写成10分之2 30分之N 对吧 然后以呢 规定的就是 20天之内付款付99 那就说明 20分之1 对吧 20天付款给1%嘛 因为你折扣额和总价去比的折扣啊 折扣率 然后30天付款付全额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家公司啊 甲企业是折扣期短 但是折扣率高 乙企业的是折扣期要长一点 但折扣率低 那我们看一下你怎么去选择 他说假设短期贷款利率15% 让你算放弃折扣成本 而且要选择最有利的供应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已经算出来了 如果是选择 这个放弃这个甲的 对吧 对于甲来说 如果要选择放弃甲的话 那个成本率实际上是 就是2%除以1减2% 折扣率乘1减4% 360比上30减4 是吧 那这个我们算的结果是36.7% 是吧 比如这样我就得到一位了 以供应商呢 因为它折扣率是1% 除以1减1% 乘向360呢 比上30减20 这36.4对吧 由于它都大于15% 所以我们说我应该是享受折扣的 既然选择享受折扣 那你就看哪一个折扣收益更高 选择享受折扣收益高的 对吧 那就应该选甲工一扇 就这意思 是不是 这是我们谈有关 这个商业信用决策 其实商业信用决策呢 就是有的时候考试可能会碰到多重折扣 大家首先要按照我们会计的方法 把那个就是那个折扣率给它得到 这个折扣率都只是折扣和我的那个 总价去比的 是吧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们其实很早以前考过一道题 他说立即付款 他说就付 比如说9530 然后说呢 这个30天付 是吧 那么付9600 比如40 然后60天付 比如付9730 90天付 比如说付全额 比如付1万元 那这种情况下 一看就是越早付款越优惠 那我要把折扣率给它得到 那折扣率的话 大家看 立即付款我的折扣额多少 立即付款它和总价比的折扣额 是478 所以它占你的总价的这个 比例是多少呢 应该是4.7% 是不是 所以我要写出来这个分子分子 就是 0分之4.7 这是立即付款 那第30天付款呢 1万减去9640是多少 360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呢 那就是 30分之3.6 60天是付9730 那么1万减去9730是多少 那相遇是270 所以呢 那就是 2.7 是吧 60分之2.7 90分之N 你把它写出来 然后剩下就是和我们前面想一样 都是要把 这个折扣和信用期对比 因为你这个4.7是和90天付款的对比的 所以都是折扣率比上1减折扣率乘上360比上信用期减折扣期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第一种常见的短期负债筹资商业信用决策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常见就是短期借款 对于短期借款筹资这块呢 大家首先要注意一下 就是短期借款的信用条件 我们书上参照国际惯例呢 就介绍了有6个有关的信用条件 但大家在把握的时候呢 我们看希望大家注意的 首先第一点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这个信贷限额和周转信贷协定的区别 这个信贷限额呢 它只是银行规定无担保的贷款的最高限额 这个信贷限额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是吧 也就是说银行它并不承担 必须要提供全部信贷限额的义务 就是如果银行觉得你这个公司财务状况不太好了 或者由于它自身原因资金紧张 它可以随时中止 但是银行没有法律效应 但周转信贷协定呢 是银行具有法律义务的承诺 也就是说呢 银行必须要满足企业 它只要企业没超过 它也决定的那个最高限额 那你就必须要给人贷款 是不是 你要如果要是不满足的 你就违约承担法律责任的 是吧 是还有法律义务的承诺 那么也正是因为如此 可能银行为了避免违约 它可能要把这些相应的资金要准备出来 但反过来如果企业呢 没有按照协定的那个最高的那个限额去贷款 那么企业要针对什么呀 要针对贷款限额的未使用部分要付承诺费 所以承诺费是针对贷款限额的位置 未使用部分来支付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道单选题 说企业和银行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周转信贷协定 周转信贷额呢是1000万 年承诺费率0.5% 但贷款企业年度内呢 使用了600万 但使用期只有半年 所以我们的大家可以看啊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要考虑 它因为是考虑按一年嘛 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你 我的年平均的借款额是多少 我的年平均借款额你是借了600万 但是我只使用了半年 是吧 我按照时间来加权的话 其实我从年度来看 我的平均借款的数额 其实就只有300万 是吧 这是我的年平均借款额 然后又告我年利率是6% 企业当年应该向银行支付利息和存费费多少 我们先看利息 利息是针对你的 借了多少钱 那你就要付人多少利息 是吧 我是借了600万 但我只借了半年嘛 所以这样的话 平均借款额 年平均是相当于只借了300万 所以我的利息呢 就拿这个年平均借款额乘上利率6% 所以应该是18万的利息 那我们看承诺费 承诺费啊 是针对贷款限额的未使用部分 我们的信贷额是1000 但是我的年平均借款额呢 是300 等于说1000里面 700万没有用 所以我针对这个贷款限额的未使用部分是700 乘上承诺费 0.5% 是吧 所以 这样来计算你的利息承诺费 你累加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 总共是21.5 是吧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希望大家注意的 就是补偿性余额条件下 这个有效年龄率的确定 这个补偿性余额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银行为了降低自己贷款风险啊 它要求企业啊 保持按照贷款限额 或者说是按照 它的实际借款额 一定百分比的一个最低存款额 就看它具体怎么规定了 是按照你的总的 这个贷款限额的一个百分比啊 还是按照我们的实际借款的百分比 就看它协议 是吧 就要求你必须在我银行里 要存一笔钱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比如举个例子啊 表面上 比如说我们向银行 申请了1000万贷款 但银行要求 必须有20%的补偿性余额 所以这1000万呢 20% 200万 我必须要存到它指定账户上 所以我实际 到手的钱 或者我真正可用的钱 其实就只有800万 所以它使我的 实际可用资金减少了 这样就会使我们的 借款的有效年利率提高 对吧 就像我刚才决例子 假设我告诉你贷款利率是10% 那我的年利息 你就是按照贷款 1000万来给我给人家付利息啊 但是银行规定呢 你有20% 1000万20% 存到我的指定银行 所以我的实际可用借款额啊 我只有80% 对吧 所以其实 我们有的时候考试会让我们算 它的这个借款的实际利率 或者借款的有效年利率 那这个有效年利率计算 分子呢 就是你实际支付的 年的用资费用 是吧 比如说利息啦 或者什么的 有的时候如果让你 我们一般来的借款 当然就是主要是利息 但是 有的时候它考试会综合起来 就比如说 像我们刚才那道题 我们像银行是 因为我们是有周转借贷协定 那么有周转借贷协定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会有这个 这个利息的问题 而且呢 也有贷款限额的 未使用部分的那个 所谓承诺费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 我们对于这个有效率率计算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通用公式 就是 你就记住分子就是 跟我这个使用资金有关的 是吧 就是我们 实际支付的 年的这个用资费用 而分母呢 是指的是什么呀 真正到手的钱 实际可用的资金 对不对 我实际能够用多少 是吧 或者说你说 给它理解为 我真正到手的 钱是多少 我真正能够用的 真正可用的 这个到手的钱是多少 是吧 就这意思 那我们现在可以结合例题 我们先看 14年这个考题 因为它考试很灵活 它不是完全按书上的 很简单的例子 那我们就理解它 反正分子是我实际负担的 用资费用 分母就是我实际可用的 这个借款额 或者是真正到手的借款额 那现在我们看 假公司向银行借900万 年利息率8% 期限一年 到期还本付息 银行要求按借款金额15% 保持补伤性余额 然后呢 银行按2%付息 让你求有效利率 那我们先来看你分子 我实际支付的利息 是多少呢 我向银行借的900万 利息率8% 但银行要求 按照借款金额的15% 保持补伤性余额 银行按2%付息 那就是说 我还有一些利息收入呢 你得考虑真正支付的利息 所以那个利息收入 需要扣减一下呀 就是900万的15% 这是我要存到 这个指定银行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利息收入是2% 所以我实际负担的 这个用资费用 或者利息费用 应该要扣减那个利息收入的 对不对 而分我的实际可用借款额呢 当然就是900乘上 1减去15% 因为有15% 我得放在那 我真正可以用的 我实际到头的钱 只有85%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需要大家注意 就是所谓 抵押借款和非抵押借款的成本的比较 其实这个大家不用特意背 你要看它的前提 我们书上它谈到说 抵押借款的成本 要比这个 就是我们的非抵押借款的这个 就是说成本会高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它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因为银行一般来说 它是像那种信用好的客户 提供的是非抵押借款 而把那这个抵押借款 是看成是因为 这个企业可能信用不好 是吧 所以它 我们把钱带给它有风险 是吧 看成一种风险投资 所以呢 反而是这个 我们这个 就是抵押借款 它的利息率会高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风险投资 但是我们说这个没有必要记 你就记住 看风险大 如果它考试 我们以前也曾经考过 就是说 同一个企业 大家看同一个企业 它分险是确定的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同一家企业 分险是确定的 那么想问一下 你它 它要是获得抵押 和非抵押借款的话 哪一个成本会低呢 那你想 就是我的 我的企业的分险就这么多 但是我在借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还可以 拿我的这个房产 同时做抵押 那相应来说 银行会觉得 这个分险会小一点了 对不对 你如果说没有任何资产 我就是我 你带给我怎么办 那你想哪一个分险大呀 那反而是因为你 同一个企业 特定的分险已经确定了 你又增加了抵押物 那分险就下降一些 那么你的利息率 就会低一些 是不是 但它如果问的是 有一家信用好的企业 那么银行给它 提供的是非抵押借款 而另外一个 信用很差的企业 银行当时 它必须要是抵押借款 那么通常这个时候 对于一个信用 比较差的企业 银行给它去贷款 是一种分险投资 它虽然让它做 拿资产抵押 但是也是个分险投资 反而利率会高 它主要是想说这个问题 所以这块我觉得 就是没有必要去背 而是要看它 具体的表述 是什么样的情景 反正就是分险大 利息率高 就完了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就是偿还条件的选择 到期一次偿还 和贷款期内定期等额偿还 大家可以想 我们画一图 比如说像银行借1200万 银行规定 我到期还本付息 是吧 到期 我这1200万 可以用到头 到了第一年末 我就是还本金付利息 那如果呢 我说这1200万 银行要求我能分期等额 还本付息 这个本金 每个季度让我还个 300 所以呢 它逐渐在下降 那你看 你从整个时期来看 很显然我们第一种方案 它的 实际可用借款额 要高吧 你这个是每个月还每个月 它逐渐在下降 所以它的平均借款额 可能就只有一半了 所以我们 贷款期内定期等额偿还 它会提高我们借款的 这个有效年利率 是吧 所以它是这样 这么来说 我们再接着看 不同的复息方式下 这个有效利率的确定 我们前面谈了 补偿性余额的 有效利率确定 其实那个公式是通用公式 都可以用 是吧 我们就用一个通用公式来把握 就是分子是我实际负担的用资费用 分母就是真正到手的钱 也就是我实际可用的 这个资金 是吧 我们对于这个利息的支付方式呢 我们书上谈的三种 一种是收款法付息 什么叫收款法付息呢 通过来讲 就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是吧 还本金的时候付相应的这个利息 那么第二种是什么贴线法 什么叫贴线法呢 预扣利息 就是银行预先把利息扣除 把剩余的钱 然后给你可以用 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都是向银行借一千万 利息率10% 我们为了变比较 比一千两百万吧 这样一会儿好算啊 比如我们都是向银行借一千两百万 利息率 贷款利率10% 大概如果是收款法付息 什么意思呢 呃 我们这一年 假设我们贷款其实一年哈 我们这一年 这一千两百万 我都可以用 对不对 但到了年末 我要还本金一千两百万 还利息多少 一千两百乘一百分之 一百二十万利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收款法付息 我们的年利息 一千两百乘一百分之 实际可用的钱 真正到的钱 就是一千二 所以它的报价利率和有效利率是一致的 但大家看 如果是预扣利息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像银行是借了一千两百万 啊 你看 如果是预扣利息呢 对我来说 银行就要预先扣除 一百二十的利息 所以我到手的资金得 只有多少呢 就是一千两百得减去一百二十 那我就只能用多少了 就不是一千二了 比如这块是一千二 但是它要预扣 这个一百二十的利息 所以我真正可用的钱 就比那一千二少 但到期偿还的时候 我是还全部的本金 是吧 到期我还是要还这个 一千两百的 是吧 所以这样以来 大家看分子的利息呢 一千两百乘以百分之 还是我要付一百二 而且才让我先付 所以分母的实际可用钱 或者真正到手的钱 不是一千两百 因为它预扣了 所以我的初始的真正到手的资金 就只有一千两百 扣除一百二十的利息 所以你看它要比我们前面 那个收款法付息的 有效利率是要高的 是吧 它会高于百分之十 因为分母的实际可用 这款额少了 我们再来看贴线法付息 贴线法付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分期等额 偿还本息 就是银行会根据报价利率 测算出它的利息 把这利息加到本金上 让你分期等额偿还本息 比如说还是我们说 我要借一千两百万 利息率百分之 借一年 然后呢 银行就是看起来很合理啊 一千两百万的本金 是吧 本金一千两百万 利息呢 一千两百万乘以百分之 本利息 对不对 把它加起来 然后让你分期等额 比如说让你按月偿还 分十二个月还 所以十二个月还 让你每个月还多少呢 一百一十 对吧 就让你每个月还一百一十 那么看起来好像挺合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借人一千两百啊 还有利息一百二啊 所以让我每个月还 但其实大家可以想啊 我们先不管利息 我们就看本金 你从它的本金来看 初始到手的钱是一千两百 但是啊 它让我每个月还一百 从本金来看 每个月都还一百 对不对 所以一月末就变成一千一了 二月末一千了 一直在降 降到最后还完了 所以从整个时期来看 你的平均借款额 实际可用的资金 没有一千两百 只有二分之一千两百 我付的利息 还是一千两百 乘百分之十吧 但实际可用 额只有二分之一千两百 所以它的 这个 也是有效利率 是高于报价 大约它两倍 对吧 你看我们 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 如果让我算加息法付息 我的利息 一千两百乘以百分之 没有问题 分母呢 实际可用只有一半 对吧 所以其实所有的 有效利率 我们都用通用公式 分子就是你实际支付的 用资费用 分母是实际可用的借款额 或者是真正到手 能够用的那个钱 真正到手的钱是多少 那我们在前面 已经讲了这个 就是信用条件 像补偿性余额 如果存在补偿性余额 它的实际可用的借款额 是会减少的 对不对 因为它要存到指定银行嘛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就是真正可用的 资金少了 所以导致我的有效利率提高 如果存在周转信贷 协定的未使用部分 那你不仅要支付借款的利息 还要针对那个 未使用部分 还要额外再付一块 所以也是加带了 你的用资费用 是不是 收款法付息 如果没有其他负债条件 那我的有效利率 和报价利率是一样的 但是贴限法付息 因为它预扣利息 预先把利息扣除 所以有效利率 是大于报价利率 加息法付息 是吧 我们的有效利率 大约是两倍的这个报价利率 对吧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 借款的有效利率确定 我们下面可以结合 以往的考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道单选题 它说公司呢 和银行签订周转信贷协定 银行承诺一年内 随时满足假公司 最高八千万的贷款 是吧 这协定额是八千万 承诺费呢 按照承诺贷款额度的0.5% 于签订协议时就交付了 那么现在我们想来看看你啊 就是这个承诺费怎么算 他告诉你说是按照贷款额度 0.5% 按照八千万 签订协议时就要付给银行 是不是 然后又告诉我说 公司取得贷款的部分 已经支付的承诺费 一年后再返还 这个承诺费上 先要预付给人家 但是你我 如果我八千万全用了 那么再返还给你 绝对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看 假公司在签订协议的同时 申请了一年期的贷款 五千万 年利率百分之八 按年单利计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在此期间就没有使用 承诺贷款额度 其他贷款 他问你他的实际成本 或者我们谈说有效利率 或者实际利率 是吧 大靠分子的 实际负担的用资费用是多少 因为我的借款就是五千万 对吧 你要付给人家利息百分之八 实际付款的利息 另外你还要支付什么 贷款限额的未使用部分 因为我们是八千万的贷款协订 但是我只用了五千 所以要针对贷款限额的 未使用部分 我要交承诺费 这都是我要支付的 这个用资费用 但是我现在想问你 分母 真正到手的钱是多少 是吧 就是你真正到手的钱是多少 实际可用的钱是多少 我们是初始的时候借了五千 对吧 但他让我初始还干嘛来着 我们初始的时候 按照协定贷款额八千万的 百分之零点五 相应是预付了承诺费 所以这样的话 真正到手的钱不是五千 得扣出他 初始要支付的那个承诺费那块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就是分子是你 年的用资费用 分母是实际可用的资金 或者是真正到手的资金 是多少 是吧 你真正到手可以用的钱是多少 对不对啊 这就是我们谈有关 他的实际成本的这个确定 我们再来看一道例题 他说申请短期贷款 利息率百分十 然后他告你贴线法付息 然后银行规定的补偿性余额百分十 我让你求有效利率 我们还是通用模式 分子实际负担的用资费用 那我们同学告诉我 老师你没给我借款额 没关系随便设 你说我借一个亿都没问题 对吧 你说我借一千万也没问题 随便设一个 比如我就说我借一千万 他可以约掉的 没问题的 我借一千万的话 你看 我要付的利息 利息率百分十 对不对 所以我要支付的利息 就是百分十 但他告我说贴线法付息 银行要预扣利息 所以要把这个利息要扣除 对吗 然后他还告我呢 还要有补偿性余额百分十五 就是借款额的 按照这个借款额百分十五 我要考虑这个存到这个银行里面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还要扣除百分之十五的补偿性余额 我不能用的 所以真正到手的钱 扣除利息 扣除我们存在银行那个 钱 我真正可用的资金 那我们只有百分之七十五了 对吧 然后我再来看一道题 有关T县法付息这一块 他告诉你说 企业年初从银行贷了一百万 七千一年 利率百分十 按照T县法付息 问你年末要偿还的金额是多少 什么叫贴线法付息 贴线法付息是预扣利息 然后呢 到期的时候偿还全部的本金 你可不能说我到期我就只还 这个九十万 那不可能 对吧 你想一下我们 他这个利息就是预扣利息 像你本来付利息到年末付 他把这个付利息提前了 但是本金你该还多少还是还多少 到期还全部本金 所以他偿还的还是本金一百万的 不能说九十万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往的一道主观题 这道题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长期借款的 但是呢 他实际上用的一些公式呢 也可以 就是有些时候也可以用短期借款的 这个有效利率的公式 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借款 可能没有什么 择一价借款之说 对吧 他通常都是平价的 可以这么来说 没有什么择一价的问题 那我们在考虑这个借款的 这个有效利率的时候呢 比如说他说是 如果是遇到啊 大家注意 如果遇到是每年 或者是分期等额付息的情况下 对于分期等额付息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就是特定的一个期间 我就考 比如说这个特定 每期的 我可以通过举薪债还旧债 是吧 我就算这一期的利率 你可以通过算它的每期的利率 然后就用我们那个短期有效利率的方式 算它每期的利率 然后你在 这个 如果万一它是每半年付息什么的 那你就给它调为是年有效利率就完了 对吧 但是先去求每期利率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这道题告诉我说 企业有一千万资金缺口 它与多家金融机构正在洽谈这个有关方案 方案一就是贷款五年期 然后每半年付息到期还本 是吧 就是借一千万 然后呢 它规定是每半年付息四十万 那就说明期利率多少啊 期利率就是百分之四嘛 对吧 这是方案一 那方案二呢 贷款五年期 每年付 每年年末付两百五十万 它没有说多少利息 就说相当于是分期等额还本付息 对吧 那么分期等额还本付息 我们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这是不是属于我们那加息法付息啊 其实你看啊 加息法付息呢 我们是不考虑时间价值 就是把它这个年利息比上平均借款额 是二分之一的期初 加期末 期初是最高借款额 期末是零嘛 就是二分之一的那个借款额 是不考虑时间价 因为是短期的 但对于长期的 分期等额还本付息这种 我们是要考虑时间价值的 你看五年期的 如果你不考虑时间价值的话 那你的误差就非常大 对吧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方案三 它贷款五年期 它是每年年末付息 八十万到期还本 但是银行要求的补偿性的余额是百分之十 补偿性余额还有百分之三的存款利息 每年年末支付 它让你自然各个方案的有效利率 判断哪个 应该哪个方案更好一点 你想方案一呢 因为是每半年付息 我们给大家强调了 因为借款嘛 它就没有什么责义价 所以它就是期利率 我可以得到它的期利率 比如我们R7表示 期利率就是百分之四 对吗 那我们要求的是有效利率 所以一加百分之四的平方减一 那这个没问题 那第二个呢 贷款五年期 每年支付两百五十万 这是期限比较长 那你必须要考虑时间价值 相当于我初始借了一千 然后呢 未来这个五年呢 每年都要还两百五十 是吧 每年还两百五十 那你让我求利率 那不就是 知道限值 然后又有年金 让你去求利率的问题 所以就可以利用 我们年金限值系数 是吧 两百五十乘上 我们P-A 利率是未知数 七数是五 你可以得到年金系数 然后结合内差去求 所以方案二也没问题 我们重点是想说一下方案三 这个方案三呢 它是每年末复息八十 但是银行有百分之十的补偿性余额 所以这一千万 你可以想一下 它实际上我真正可用的钱是多少 九百万 那一百万就得放到银行里面 就得存在那 是吧 所以呢 你就要考虑一下 你的这个相关流量 比如说方案三啊 初始真正到的钱是多少 因为一千万 但银行有百分之十的补偿性余额 所以我就要 到我的钱只有九百万 对吧 这是真正到我的钱 另外一百万就放在银行里了 然后我们的未来要支付的利息是多少呢 利息你还得按照面值 是吧 按照它的借款额 一千 乘上 我们的这个 它给的是八十 已经告你了 那就是八十 给了我的利息是八十 但是我们补偿性余额 还有利息收入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抵减一部分利息 所以抵减 因为存到银行是一百嘛 那么一百的百分之三 还有抵减三块钱 那就我的利息 每一期都是相当于是七十七了 对吧 每期有一个七十七 总共呢也是五年 五个七十七 对吧 然后现在我想那你到期要 拿出多少钱还本呢 我们同学说拿一千 大家看我们一定要考虑相关流量 你初始是九百 是真正的好的钱 另外那一百怎么样 在银行里存着呢 既然在银行里存着到期怎么样 还是在那放的 那么我们就不用再额外 再拿一千了 我再拿一百 拿九百我就完了吗 所以其实就是 我需要 拿出来的钱就拿九百 对吧 初始到头的钱是九百 那么项目终结 我要还 它也是还九百 另外那一百 就在银行的账户上趴着呢 是吧 我不用单独再拿出来的钱 再还你 是不是这意思啊 所以 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看 其实 呃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是一个 呃 等于说是 每年复息 是吧 每年复息的一个 那它的期利率是多少 就是年利率了 那年利率不是 利息除以本金吗 只不过我的本金多少 是九百 对吧 而且我们知道 如果是平价发行 它的 票面利率 和你的 那个 我们的那个 择限率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你看 我在后面给大家这个答案 我就想说什么呢 对于我们的方案三 是吧 就是如果你用考虑时间价值的方法去 去算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什么叫做 评价 评价 它一定就是我初始 比如说我到好的钱 是一个数 我不一定就必须是一千了 对吧 我这个初始是九百 你到期还的时候 还是还九百 对吧 所以中间的 这个利息 那这叫做评价 那评价的话 它的这个到期收益率 等于票面的 就是按照它这个利息 除以它的九百来的 所以其实我这个 就可以直接拿这个七十七 除以九百 得到它的每年的利息率 对吧 就是每年利息率 所以这是说 我们这个原理上来说 那我们其实就想 给大家强调什么 就是考试的时候 如果遇到它这个是 看起来好像是 期限比较长的 这个借款 但它只要是 分期等额付息的 我就给它 视同为什么呢 你就按照一年来考虑 因为这九百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呀 这个九百我借了吧 我就视同为 借一年 借一年 大家看 我不是要 这块就要还九百 然后第二年怎么办 哎我再 就等于说 我们还了就债 然后再举行债 再借个九百 是吧 然后呢 再用第二年 所以就相当于中间 那个一借一还 给它约了吗 但是如果我要算 它的利息率 遇到每年复息 这种情况 你就按年算 就很简单 就可以直接拿 每年的这个 净的利息支出 就我真正负担的 利息费用 分母是我实际的借款额 就可以 对吧 对于分期复息 你要是如果 做熟练以后 就不用去什么 折线了 就是 我们可以用这个 每 每期的那个利息 除以你的 真正 到好的钱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 整个啊 第十二章的这个 有关内容 我们第十二章的话 营运资本管理呢 因为是属于 短期财务决策 所以大家需要 把握的呢 一个是 首先要掌握 营运资本投资 还有筹资策略 因为它们各分为三种 是吧 都是 分为适中的 保守的激进的 对不对 但是三种 它们各自的策略 它种类啊 特点 这些都要把握了 另外异变线率的确定 要会确定 异变线率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要掌握我们 现金持有量的这个 模式 我们有三个模式 是吧 成本分析模式 存货模式 随机模式 注意它三种模式 怎么来考虑 最佳持有量的问题 怎么去控制 是吧 另外它的这个 三个模式的相关成本 分别是什么 那么第四个就是 掌握我们的 应收账款的 信用政策决策 这个是可以从 主观平均年考察 特别是我们去年 考的存货了 也许今年 就是比如 应收账款这方面 对吧 然后呢 第五个就是 我们的经济订货批量的 确定 还有保险储备量的 这个决策 第六就是 商业信用决策 主要是放弃 折扣成本率的确定 那么第七个 就是我们的 借款的有效 年利率的确定 好 那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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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